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已经是调味好了的 有蒜 洋葱 还有黑白芝麻 带一点烟熏味 而且这个口感是软软糯糯的 我突然有个想法 觉得拿来做pokey是不是也挺好的呀 待会我们再去装点黄瓜胡萝卜牛油果吧 农场养殖的欧洲鲁鱼 最近看到很多博主都在推荐这个 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 连中间的骨头都去掉了 就剩两片鱼肉 我喜欢这种带皮的 以前买过的生鱼片都没有皮 还是有皮的煎起来更香 而且味道真的很清甜 一点都不腥 买 一包不够再买一包 野生的阿根廷红虾 12块钱一磅 我每次都买这个 因为它吃起来跟龙虾真的太像了 而且特别容易做 我做过凉拌柠檬虾 酸辣虾 还有蒜香黄油虾 每次就闭着眼睛嚼的时候 觉得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 跟吃龙虾一样一样的 可可海盐味道的早餐燕麦 以前没有试过 不过觉得应该会让我立刻清醒 希望不要太甜 但是也不能不甜 人生应不应该这么纠结呀 不应该吗 这个鸡蛋饼也是最近的最爱 它比用面粉做的饼更柔韧 而且觉得有种鸡蛋的蛋香 可颜可甜 做韭菜盒子 或者涂上奶油 做个简单的千层蛋糕 都特别好吃 这个也是新品 源自泰国街头的一道小吃 就是把当地那种短短的泰国香蕉 把它们裹在椰丝椰奶 米粉和芝麻混合成的甜面糊里 然后再油炸 外面超级脆 中间是奶油味 口感黏糊糊的 真的很甜很颓废 经典的拉美甜点三奶蛋糕 这个蛋糕在北中南美 也就是整个北美这一片 都非常popular 为什么叫三奶蛋糕呢 因为它是把海绵蛋糕浸泡在重奶油 蛋奶和炼乳这三种骨质品里边做出来的 每吃一口都是饱满甜美丰富的奶味 简直是春天的完美甜品 对了最近特别想吃点汤汤水水 可能是因为春天刮风太干燥了 这个番茄羊乳酪汤以前也没怎么见过 我想试试 番茄就不用说了 满满的维生素 然后这个羊乳酪比较特别 它是用山羊奶和绵羊奶混合制成的 味道很浓郁 含有大量的钙和磷 但是脂肪和卡路里的含量比较低 看这是我最近发现的确确就火鸡肉新品 以前吃过火鸡火腿火鸡丸子 这回直接火鸡肉饼了 终于找到大口吃肉的感觉了 这个也是用洋葱大蒜等香料调好味道的 里边还混入了面包馅 烤好以后切成小块 嗯还有点日式可乐饼的味道 而且中间特别湿润不柴 今天太满足了 买了这些东西够我吃一周了 小伙伴们还有哪些好物推荐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 更多所有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